調查一下 各位有沒有打過克服中心 打過克服中心的請舉手 那你有...那你有曾經罵過克服中心的請舉手 他稱示威達 稱示威達 那如果他有幫你讀完 你有讚美過他的請舉手 騙人啊 怎麼可能 你們都不太說 都是感到沒有人 我們在看這邊有點起重 我們在那邊上來自白一下 我們下一位獎品 跟大家介紹 等一下 這是現在要給我一點時間省一下 因為我等一下給大家聽通 很經典的東西 真的要看出點喔 該不會在座 誰會在裡面 我先講一下 因為這通電話呢 是我接電話接到一塊了 我發現這通真的蠻經典的 等下 以後大家打克服專線的時候 好吧請給克服人員 禮貌一點的幽魂 禮貌一點的幽魍 其實在等他的同時 我跟各位分享 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也是 夥伴 他也是這樣當兵 他說他在外面是當克服中心的主任 那我就問這樣 人家打來一直罵髒話怎麼辦 我說你過來就讓他罵啊 然後罵完我就按錄音啊 然後錄完我就跟他講 先生你情緒那麼差 我等一下再給你勾頭 把他掛掉 然後那個就會打來繼續罵 先生 你好一點 我再繼續講他就罵了 其實真的人是互相的啦 真的是互相 那克服中他不是就是要被你收嗎 因為他是屬於服務性的那個單位 那心臟可以嗎 因為我一下子要特別困 主持人主持人要吃糖便吃而已 主持人要問簡報什麼 你會知道嗎 請問有什麼地方可以為你 好 假設今天 沒關係我不用麥克風 那我們直接開始了 對不對好 不用麥克風 今天就是真的打客服專心 來有沒有人要真的打一下 電話閃閃 然後我先講我先講 交點客服中心 您好畢心之後請教一下 有什麼地方可以為您服務的 我覺得這次的那個場地 這次場地不是很好是不是 那麻煩請 那這件事情 我會協助您記錄下來之後 那發給黃靜鋒 請他協助您做處理 這樣不太瞎啦 沒有這是真的 沒有告訴你們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通通你打電話進來 客服中心的時候 客服中心是幫大家 把所有的事情記下來之後 然後發給相關單位人員 協助您做處理 但是你會聽到 像你剛剛就直接問我 對會不會有瞎的時候呢 通常都會發現 我們在電話前面 就會按下經營鍵 然後說 你有病嗎 然後說 你有病嗎 有病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有太多太多裝的例子 我一天平均要接 大概四十到五十通電話 那基本上有十通電話 打電話進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等一下讓大家 聽的時候電話實在太景點 景點到我真的覺得 不知道這個人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怕音量不夠 所以我想調一下那個音量 這邊那個人沒有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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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保證這個人 一定不在現場 不可能 不可能來啦 我還沒太長 等一下進去耶 確定 這裡是焦點喔 這裡是焦點喔 這裡焦點 不知道 不知道 還沒吃喔 還沒吃喔 衛生Youtube我知道 你好 我們有太多 你好 今天你讓你當你 就安心一點 我先報名是 請問您 是焦點 靠北 噓 你出版台你聽不懂 我先請問一下 我沒聽你聽啊 我練小白講一下 你公公講一下 我用你 先報名是 請請教授你焦點 你焦點 光先生嗎 你焦點 你焦點 我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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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先有什麼地方 可以為你做焦點 焦點 你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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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焦點 你焦點 我焦點 我焦點 你焦點 你焦點 焦點 焦點 就是台語的一句髒話 我也聽不懂 但我當天接電話表情 我剛剛的確是這個表情 我電話前面我真的是這個表情 然後看著我電腦螢幕也不知道該打什麼東西要進入 然後我就摸了 打電話問我主管 我就問他說 我剛剛到底要怎麼打 他去聽完音檔之後呢 他就問我說 我為什麼會問他 你為什麼說他姓公 公先生 然後我說我也不知道 然後呢 前幾天就是我們 因為我平常有玩桌遊 然後玩完之後呢 突然就大家討論說 欸 下禮拜要去交點分享的 有幾個 然後點名點完之後發現 欸 一半以上的都要去分享 那我也報一下名號 那我要講什麼呢 我就講一下我的工作 我剛剛想到這東西錄音 我就把這東西錄音帶 那因為 太多時候 很多人會 就像剛剛 你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很好 就說 你剛剛這樣不行嘛 對不對 那其實客服要怎麼做 我覺得最大的重點就是 要有耐心 還有沒有人想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你們真的想問客服的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以直接問也沒有關係 那些是開放Call-in嘛 對 那些是開放Call-in嘛 那些是Live Show沒有關係 簡報沒有東西 然後只要機車的Call-in一下 隨便的 你隨便問什麼問題都可以 我會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真的打客服機能還真的就是那樣子 想問什麼都可以 捷運可以30秒一半嗎 不好意思 那這邊的話 請教一下先生貴姓 林先生您好 關於您反應 捷運能不能30分鐘一半的問題 30秒 喔30秒 30秒 我沒有聽錯 不好意思 他很關鍵 他很關鍵 沒有聽錯您的問題 那林先生這邊跟您說明 由於你反應的這項問題 我會協助您 進步下來之後 反應給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跟捷運局來協助您做處理 其實大多數的問題 客服中心沒有辦法 協助您直接做解決 你所有的問題 不管你是要搭給 金碩啦 大家可以 Toyota Honda 你想到他有車商啊 Mitsubishi或什麼的 打電話過去 通常你跟他講 他都會幫你記錄下來 只有少數的問題 他會協助你 直接找對的單位處理 所以 這邊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對客服要好一點 請說請說 請先生請教一下 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你做服務 我想知道我上次紀錄那一批 我還去哪裏 這邊請教一下 請先生你的電話號碼是 091234567 好 那邊麻煩您稍後 我這邊協助你做查詢保留 然後開始打電了 查一下有沒有來電紀錄 不好意思請先生 不好意思讓你卸上酒後了 那請先生跟您做說明 我們上次反應的案件呢 已經協助你正在做處理了 這邊再麻煩您 經過我們相關單位的人員 跟你做回覆 那這邊的話 通常是一個工作天之內 可以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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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協助你 幫你協助你 這邊的話請先生 我們這邊會立刻 再問你做註記 這件案件已經過了兩年 你還沒有人跟你做回覆 我怎麼也只能這麼說 你知道嗎 真的會做 好 比方說好了 比方說你先買一台車好了 然後 你就發現說奇怪 我的雨刷 老是壞掉對不對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通常電話拿起來 客服中心 比方說 就打電話進來客服中心嘛 然後就問說 欸為什麼我的雨刷那麼爛 動不動就壞掉呢 不好意思 這邊的話跟你說聲抱歉 我們真的 很抱歉 造成你的困擾 他這邊會協助你記錄下來 就會到服務廠去了 就會到服務廠去了 對 通常會直接找技師人員嘛 對 但如果想知道到底是 是哪些 哪些狀況的話 如果 因為剛剛我講了幾家廠商的名字嘛 對 就這樣 如果想知道到底是哪些公司的話 你們可以就是上網去查客服中心的電話 那我覺得 客服最難的地方就是 像這種 彰化碗的 不過我 禮拜五剛好接到一通電話 打電話進來 這樣子 就說 你好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 我的 安全座椅困狀 我就問她說 請問貴姓 然後姓黃吧 黃小姐一開始就這樣問我 就問我兩遍喔 問我兩遍同樣問題 問我到底有沒有幫她解決 我說不好意思 我這邊的話會協助你做紀錄之後 會再反應給相關大部分人員協助你做處理 叫一個主管來 聽電話 跟你講沒有用阿 我覺得你聽不懂我講什麼阿 叫一個主管來 就這樣問我問我 我就說不好意思請你稍後 按下訪樓鍵之後 然後等了三分鐘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掛電話 其實是不能掛電話 然後等了三分鐘之後呢 再接起來 SIMO人話是不是 為什麼又是你接 不好意思 這邊再麻煩你先上稍後 這邊會不會再問你做處理 這邊會協助你做紀錄 我可以請你告訴我你的問題嗎 是聽不懂人話是不是 叫你出來來聽 跳著 跳著 不停的跳針 然後呢我再按下了保留鍵 再讓她等兩分鐘之後再接起來 為什麼又是你 是耳朵有動還是腦袋有動阿 直接幹掉我了 然後我就想說 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 然後呢她就說 反正我的安全座椅呢 就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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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講了兩分鐘之後 把她問題都講完 心裡就想 死定了 想這麼快怎麼辦 算了我等下聽錄影 好吧 我就只能這樣 然後呢她就開始 一連串的問我說 你是新人齁 你到底上班多久了 不好意思 我的確服務有一段時間了 我也只能這樣 就是客戶不管是怎麼爆炸 你也只能冷靜的 跟她講 對 我知道我只剩下一分鐘 請說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樣的話 其實打客服是沒有用的 有用 客服真的有用 我要講客服有用的地方在哪裡 客服你對她好一點 她會幫你加速 真的會加速處理 因為我們會跟窗口聯絡 我們真的會跟窗口聯絡 通常兇我的人 她的按鍵就真的會一個工作天在處理 真的是一個工作天 但是你只要對客服好一點 通常案件就會照 比正常還快的速度處理 我們不是選案子做 但是因為窗口真的很多 很多案件要處理 然後你要知道就是 比方說你去了哪一個地方 買車也好 買引擎眼鏡也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金碩的引擎眼鏡常要破片 我不是說它品質不好 但我常常遇到破片的問題反應好 所以就是 種種的狀況 要趕快協助他們做處理的時候 我們會 加快他們的反應速度 就是客戶反應是想要當下力 不好意思 當下力即決 就是想說 沒有辦法啊 他說我罪 你知道嗎? 總案件剛剛想說 那你可能打給某個氣勢 那氣勢會想想操作 那這個答案可能他最滿嚴重 他其實是想要當下力 所以這邊的話 先生請教一下您貴姓 好 好 我這邊找個人 找人怎麼沒有 好 那 吳先生不好意思 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可以提供給你服場電話嗎 你只要告訴我怎麼解決就好 因為我打電話 所以 大多數的時候 來問某個人 我都會再問他一下 到底 你現在是要馬上得到答案的話 那我就幫你轉接給服場的留言 或者是我幫你轉接到路救援 你需要接電話我就幫你轉接過去囉 對啊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所以客服的東西就是拿來這樣用的啊 喔 沒有 你剛才說電話感覺好像沒有被解決 零的 你說哪 我知道沒有時間的 對 下一次好 下一次好 好不好 謝謝零的 idea 再見 哈哈哈哈 謝謝零的 謝謝零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